我觉得当然是各自讲他们着重的重点 那秦刚主要传达两个意见 就是说中美现在沟通不能够有失误 所以希望能够保持最准确的沟通跟对话 那第二个就是他提出大陆关心的议题 那就提出台湾问题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雪曼就会提四方会谈 他当然就会说台海稳定 不过这个就是各自表述了 这也没什么 不过就是大使跟王毅外交部长是不一样 还有上次杨洁篪他是国务委员 那也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外交部长跟国务委员 他做的是战略对话 那大使主要是执行者 所以他执行者就是说 他必须要很准确的传达美国的意思 那他也要把大陆的意思 很准确的转给美方 这个才是他主要的工作 没错 所以我倒觉得一开始倒还好 不过我听到一个小插曲 就是说他到华盛顿的时候 好像没有国务院的委员去接他 这个蛮怪的 很奇怪对不对 这个蛮怪的 对啊 那至于是雪曼而不是第一个就见到布林肯 我觉得有可能布林肯不在美国 有可能啦 所以我倒不认为布林肯会不见他 这个不太可能啦 对 我想如果不见刻意不见的话 那就是不至于啦 我认为不至于啦 因为毕竟人家也是代表 而且他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他以前跟习近平是很亲密的 是 所以应该可以传达蛮乘风的意见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比较碰巧 那薛文他是副国务卿嘛 所以就礼节上他就 第一个就跟他见了面啦 那大概就各自强调他们的议题啦 可是一定还有很多 私下的聊天没有公开啦 不过你看到的公开的部分 大概就是各自强调的部分 我补充两点啦 事实上薛文去中国这一行 事实上是不愉快的 对啦 所以我们应该要先知道 前面发生什么事 才会知道薛文为什么会这么冷淡 因为我听说他有提出一些 要求啦 那甚至包括购买美债 这些具体的议题 那中国完全没有答复 那甚至还直接跟他讲说 你不要干涉内政 所以说嘛 气氛相当不好啦 相当不好 这是第一点补充啦 那第二点就是我刚查了一下 布林肯这两天在干什么 我发现他今天都在忙阿富汗 他今天跟阿富汗总统通了视讯 然后又跟加拿大 北约 德国 谈阿富汗的情势 是 所以他今天都在忙阿富汗 阿富汗的问题 那昨天呢 昨天他站加拿大的台 谴责中国大陆 判那个Michael Spaffer 判了11年嘛 他被做间谍罪 那你知道加拿大动作很大嘛 那布林肯是站在加拿大那一边 我直接谴责中国 所以坦白讲现在气氛不太好了 我就说他会讲到他的主题啦 事实上你也看到包括下面这个新闻 CIA 就CIA本来中国是放在东亚跟太平洋下面 那他现在要独立设一个单位 所以显然中国的影响力已经不只是太平洋了 也不只是东亚 可能是全球性的啦 所以美国真的就是要用全球性的角度来对付他了 因为包括非洲嘛 包括印度洋 包括拉底美洲 那甚至他现在如果阿富汗问题啊 然后阿富汗之后他也进中亚了嘛 那之后搞不好还要进中东耶 所以跟美国大概是全方位 在很多方面都竞争了啦 所以你看到CIA嘛 因为这个人刚好也叫Burns啦 对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Burns啦 是 中情局局长Burns 他的想法 听说未来的美国驻华大使也是Burns 另外一个Burns 对 问题是怎么还没有派啊 还没有派 这有没有什么悬外之音拖着 你秦刚都来了 然后那边呢 美国的大使第一个要中方同意嘛 那接下来还要参议院同意通过 他要有一个conformation的过程 那现在参议院修会 所以 而且参议院现在对预算的细节还有一些意见 所以恐怕会在预算整个搞定之后才会做这个提议 官方讲的就是联准会嘛 对啊 那华尔街日报已经骂了两个月了 就认为联准会根本就错误了 失真是不是 联准会就是一直认为这是暂时性的嘛 那事实上就一直没有低下来过嘛 联准会事实上从今年3月4月5月到7月 所有的那个物价指路都估错 可是他就是死不认错嘛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把这个当做问题 他就必须改变货币政策 他一定要升息嘛 或者至少要缩表 那这两件事刚好是他不想做的事 所以他等于是遮着眼睛硬不承认 那华尔街因为我自己有订华尔街日报 那社略已经骂了好几篇了啦 就说你怎么可以忽视事实啊 那事实上第一点也是雪上加霜啦 那个航空货运啊 旺季本来是8月要下旬左右 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 因为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他那个 Delta是从俄罗斯的货机在南京引爆的 所以中国大陆就在8月10号定是最后一天 从8月10号之后到这个月底 所有的货机都不能过夜 你看那不是很麻烦吗 那你不能过夜 那你怎么弄呢 你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嘛 就欧美的货机就不能再太多的货嘛 那他就更需要更多货机嘛 因为他要轻缓赶快飞走啊 他不能过夜啊 那所以当然就立刻造成货机涨价啦 这个是必然的嘛 那他现在是暂时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因为他自己是出货中心嘛 所以他自己也知道 他不敢说一下就给你延到9月 那还得料 所以他就说到8月底看看 可是坦白说没有人知道答案 因为这个当然就是 他疫情要完全控制啦 那因为他对疫情的要求太高了 因为我看那个大陆有一些人 就在批赵文宏嘛 因为赵文宏说我们恐怕要 准备要与病毒和平相处这样 那这个很多人不能接受 很多人说要清零啦 Delta就是要清零 怎么可以共同相处 你没有办法跟Delta这种病毒相处啦 所以如果你一定是要清零 那他当然就会用出更严峻的防疫措施 那像货机不能过夜 这种措施就会跑出来 可是这个就造成国际航班大乱嘛 对 所以呢 这个无解了 继续就 就货机的需求量就暴增嘛 因为你不能停在那边啦 你要飞走啊 是啊 那你岂不是又要在 可是你要载货啊 所以你只好再派另外一架飞机进来 他们跟塔里班是互相杀的啦 所以彼此的仇恨很深啦 所以手上也是沾满鲜血啦 所以被报复的可能性也蛮高的 那另外就是美国坦白讲是乱无章法 因为你记不记得大概 那个时候你还没回来啦 大概十天前嘛 拜登还派B-52去炸三个省啊 对不对 那你拜登是要干嘛呢 是不是要帮阿富汗政府军挡一下 那结果美国内部立刻有不同意见嘛 说你怎么又介入了呢 你不是要撤军嘛 都已经说要撤了不是吗 那结果证明那个轰炸就是没用嘛 对 就是那个时候只有三个省被占 那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昆都市被占嘛 那拜登就立刻派B-52进去炸 那炸完了本来以为 阿富汗政府军可以撑一阵子 没想到下个礼拜二 连肯罩他都没了 这里都没啊 结果就变成这里都没了 是啊 那这种 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看美国空军大概也不太想介入了 是啊 所以他们包括美国包括英国 都没有说要理你啦 他们现在是派军队进去协助撤退 对 那这个就是要撤退了 可能会先把他放在科威特或卡达 就是政治庇护一下 那之后再看怎么处理 那是他个人的问题 但整个阿富汗的情势呢 不止他个人 阿富汗据了解 听说有1.8万人是黑名单 那包括家属就有5.3万人 所以这克布尔迟早不保嘛 然后就是塔利班掌控了 那些人事实上是想要 当然想要到美国去嘛 可是美国一时之间 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程序 没有办法消化 所以等于是先叫他们到科威特这样